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永远是我的小公主 莎拉是贵族出身 她的父亲很有钱 所以校长安排她住进了最大最好的房子 上学第一天 校长把她介绍给同学认识 但是并非所有的同学都很友好 父亲还送她一个叫艾米丽的洋娃娃 父亲跟她说 只要莎拉想她了 就告诉艾米丽 艾米丽会转告她的 校长是一个很现实的人 她瞧不起出身不好的小女孩 在这个学校里有着繁琐的规矩 还有着不可言喻的家庭条件启示 善良的莎拉想帮助这些小女孩 却在校长的淫威下无能为力 郁佳想念自己的父亲 时间一天天过去 前线时不时传来这毛名单 有一天 莎拉父亲的名字出现在了失踪名单上 而莎拉也承受不起昂贵的学费 于是她只能做起了小幽人 她坚信父亲不会离她而去 于是天天抽空跑去医院找父亲 这份执着感动了英国女王 也感动了上天 奇迹终于出现 莎拉的父亲并没有站自杀场 只是失地了 在莎拉被校长误会 让警察带走时 着急的父亲终于恢复了记忆 然后政府归还了他们家的财产 零行前 莎拉和小伙伴们一一拥抱告别 包括欺负她的坏女孩 她还把艾米丽送给了小伙伴们 然后她的父亲就带着小公主回家了 这部电影十分的温暖 虽然最后小公主依然回到了她的贵族生活 但是她最开心的应该是 父亲回到了她的身边吧 如果一边是贵族般的生活 一边是温暖的亲情 你们会怎么选呢 好了 感谢观看 再见